近日有网友上传在上海偶遇成龙的视频 从视频内容来看 正在走路的成龙步履蹒跚 好像左脚有受伤的迹象 发现粉丝以后 成龙不但没有像往常一样热情打招呼 反而快速上车离开 好像是怕被问到些什么 因为最近成龙四叔女找爸爸的视频闹得沸沸扬扬 视频中也能够明显地看出心事重重的样子 全城物画更是让人内心不忍 据悉4月26日网上流传出一段影片 影片上正是失踪多时的小龙女 据说小龙女人正在加拿大 还声称我要找我爸 而旁边和她一同站着的女子 显然就是吴卓琳的女友 影片曝光过后又有网友发现 她其实早在24日曾发布过一段求助影片 影片中吴卓琳与女友面容憔悴 看起来非常疲累 她在片中自称是成龙的女儿 两人已经在天桥下睡了近一个月 此视频爆出后在娱乐圈颇受争议 不管吴卓琳最终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认负 最少目前为止并没有双方的同意回复 再看看脚步沉重的成龙大哥 也是极为心疼 毕竟这种事情换谁都会头痛不已 即使得起来民stat片 台中 texts 3255 3255 8356 105 20お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